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宗师讲堂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熊十丽乾坤眼的第四段故事 那第四段故事我们主题是乾坤两挂的关系 也就是熊十丽在乾坤眼当中 他对于乾坤两挂的关系究竟是怎么说 对于乾坤两挂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周三 他认为这个乾坤两挂的属性的认知 他的属性认知 他直接关系到乾坤两挂 他这个关系的确认 关系的确认 他说熊十丽老师 他从钱来把钱当作精神层面的性 灵 还有照明 他说他的其得刚见照明 他把坤当作实质 当作能力 他说其性作案 他说从这样的一个认知出发 他得出钱统坤 坤从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得出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说两挂虽卑其名 但其实当作一挂 当作一挂的这样的结论 他说这个逻辑结果 这个逻辑结果 有一点离题太远 有一点脱轨的先例 周三老师认为 撇开乾坤 究竟是不是性灵 究竟是不是直能 这两个哪里说得清楚的这种属性 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钱挂当作钢件 把坤挂当作柔顺 那接下来比较分析 大概就可以明白两挂的关系 也就是雄师利益老师认为 钱坤这两挂是二二一一二二二的关系 但是呢 这个上海社科院的周三老师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属性方法 其实很难说得清楚 这个属性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说一个精神一个物质 一个是 一个是代表 他的 这个性 代表他的灵 一个是代表他的值 代表他的能 这个太过抽象 用这个两个非常抽象的观念 来解释呢 钱坤两挂 虽然名称不同 但实则是一挂 他说这样的一个解释 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 他说 一为天理地 天理地 天之道 就是相词中所说的 天行鉴 天行鉴的精神就是自强不息 地之道 就是相传所说的第四坤 第四坤的精神就是获得灾物 而在现实世界里 天所代表是风调与顺 地所代表的意义是 承载重物 但是承载重物 能不能风调与顺 能不能决定地上万物的圣星 甩媚 他说 至天命就是要了解自然规律 自觉地把自然规律为我所用 成为人类选择的一个最优的选择 也就是周易把钱挂当作所挂 把坤挂当作地要挂 最大的原因就是来自于 希望能够自然之力为我所用 他说 天地生万物缺一不可 天不能少的地 天少的地无法生出万物 地少的天也无法生出万物 所以天为主地为辅 但是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一个叫做大一个叫自 他说这是客观的存在 就好像靠天吃饭 就是人类的共识 他说乾坤两挂 就是其实靠天吃饭 靠天就讲天道 就讲钱 吃饭就讲地道 就讲困 他说在夫为七刚的这种社会里面 孩子是由母亲生育下来的 但是父亲对孩子的健康发展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 他却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 只不叫父之过 我们却没有说 只不叫母之过 也就是同样在家庭教育里面 父亲扮演的角色 比母亲更为重要 母亲是父子养育 父亲是父子教育 所以呢 三字经讲 只不叫 父之过 而在家庭生活中 父亲是主要负担主要的经济责任 母亲主要是辅助的一个格局 在古代社会中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这种阴梁关系 这种刚见柔顺的关系 这种刚煮柔虫的关系 正是周一当中 乾坤两卦的一个具体展开 他说要把乾坤两卦解释成 坤卦跟乾卦 两卦虽北其名实则同意 他说这个结论实在是难以想象 他说天地生物缺一不可 母生子没有父亲又怎么能够生子呢 不能因为同一世界就可以天地不分 他说不能说因为坤卦从乾卦而来 就是天为乾乾为坤 他说乾坤其实是不同的世界 不能不可不可能不分 所以他说熊师利所提到的乾坤 其实是不分的 但是周三老师认为乾坤一定要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不能不分 如果不分的话 就不能同组一个家庭 就是父母不分 天地不分就如同父母不分 所以天地一定要分 因为父母组成了一个最小的社会单位 天地组成了一个最大的社会单位 从最小的社会单位 从最小的社会单位 一直到最大的社会单位 从最小的夫妇 一直到最大的天地 他都是天地所生 都是跟乾坤都一样 所以天理父 天理地 父母 其实他不只是有质的关系 也都有一些物质的关系 也都有一些精神的关系 所以两者呢 其实不能够混为一谈 但是熊师利认为呢 乾坤跟坤坤 虽白其名 实在是来讲 他是同一个卦 他说了 他这个没有看到乾坤跟坤坤 他的特殊性 没有看到这个特殊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熊师利告诉北人 说乾坤两卦 他不是各自独立的良物 其实讲的算是正确 可是他说乾坤两卦 他虽北其名 但是其实可以当做一卦 他说这个 就推论了 有一点错误了 有一点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熊师利的乾坤点 他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缺点 也有他的缺点 如果从具体的事物的条件 上升到累的程度 乾坤两道 他的类的属性也非常明确 钢件跟柔顺 所以在搜挂转当中 类局的14种物件 都是跟钢件有关 而搜挂当中 类局的12个 跟坤有关的 象征性的这些事物 也都是跟柔顺有关 而钢件到极处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他就可以向柔顺的方向转换 同样的 柔顺到极致 他就会向钢件的方向转换 但这种转换 并不能否定 这两个是属于不同属性的区别 这就是类别属性不同 所以他说熊师利 他有个误解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同一 他说这个其实不太正确 不太正确 不太正确 周易当中 他把这个乾坤两挂 他把那六四挂当中 乾坤衍生出了六四二挂 二加六四二等六四挂 他把天地万物所有的事情 都尽缩囊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乾坤两挂 还有周易的六四挂系统 他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独立性 各自有各自的关联性 异传的续挂的续挂篇 就是讲六四挂 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 也就是说这种彼此之间相互关系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他会转换 那这样就达成一个合理的理论的一句 也就是六四挂 他是可以互相转变的 当某一个条件成熟时 他就会转变成另外一个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补试活动当中 这种续纹的变化非常重要 因为在补试当中 人们对于挂与挂之间的转换 还有分析 往往取决于究竟哪一个是变疗 变疗可以有一个变疗 也可以有两个变疗 也可以有三个变疗 也可以六疗多变 也可以一疗都不变 那这样子这些续纹的变化 正是易经的变化 最让人觉得引人入室的地方 所以说乾坤两挂 它挂也挂这点属性 它的关系它的区别 其实是非常清楚 如果是像熊师利老师所说的 把乾坤两挂当作同一个挂来处理 然后这样的有一点令人难理理解 所以在乾坤两挂的关系当中 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 周三老师认为 在周一的六四挂当中 瑶瓷是挂瓷的展开 也就是瑶瓷它是把挂瓷把它处于分解 变成六项 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发展了具体表征 具体表征 而熊师利在乾坤演的秩序当中 他对瑶瓷的意理 他取了一个细词当中所讲的 隐身而藏之畜类而通之 他的隐身而藏之畜类而通之 这是在两挂属性的变化 两挂属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乾坤演对于两挂 瑶瓷所进行的推演开阔 而他们就不可避免的 必须要用传统的解释方法 等到推演到最后 就完成脱离的乾坤两挂 最基本的剑跟顺的这样一个基本单元 他说熊师利在乾坤演的推演过程当中 他说乾的反应最主要是在心灵 坤的反应最主要是在物质的一个背景下转开 在生物没有出现之前 乾到潜伏在物质层 因此心灵生命并不能发出来 所以易经的乾坤 他说潜伦勿用 他说这是初遥的为止 二遥见龙 也就是这个龙折伏在地下 他慢慢的出现地面 表示万物的出生 生命从比赛环境当中脱领而出 变成初浅而著名 三遥的关系 则是成为君子者 要有龙的稳健 所以用来比喻生命心灵 所谓呢 三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遥 三遥叫浅浅 四遥叫霍药栽淹 表示生命的药气可能会有一些障碍 所以他说霍药栽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五遥的时候 他又说高压浮天 又有点想要压上去也可以藏浅起来 五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生命力的最高阶段 到了生命力的最高阶段 也就是变成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之后呢 就不能说生命 就是生命无穷尽 所以到第六遥的时候 就说抗龙有悔 无论是周文王也好 或者是孔子也好 而对于前卦六遥的解释 大概都是讲生命 或者生气 从隐而未显的状况 然后变成了显的状况 变成显而胜 从隐而未显变成显而胜 从显而胜变成显而衰 变成显而衰 而这个雄实力 对于乾坤两卦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于这个摇与摇之间的变动 从这个隐而显 显而胜 胜而衰 这种变动 他并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对于这个雄实力 乾坤脸当中 他有这样一个缺失 所以他说浅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在累积智慧 在累积 所以物用它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字 浅容是一种状态 物用是一种智慧 所以他说浅欲当中 四个字当中 前面那两个字呢 是代表某一种状态 后面那两个字呢 代表碰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必须拥有哪种智慧 所以见龙在田 见龙在田 所以见龙在田 在田 见龙这两字 见龙在田 是一个状态 然后在田就是代表 他所要使用的一种智慧 然后呢 中日前前也是如此 细地若利也是如此 飞龙在天也是如此 也就是他前面那两个字 表示状态 后面那两个字 表示面对这种状态 他应该有的智慧 所以这种这种解释 这种解释 又好像还不错 又好像不错 就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当中 它包含了古人 非常深邃的这个智慧 乾坤远认为《易经》的 儒家的六经当中 儒家六经当中 只有李韵的大同篇 只有周冠 还有《公羊传》合著的三四亿 以及《乾坤两卦》的段词 是孔子五十岁以后之作 其他的文字 到了战果时代 到了汉代 被一些小儒们 改得面目全非 所以熊师利又从 《李济》的《李济》的《李济》篇 《李济》的《周冠篇》 还有《公羊春秋》三四亿当中 他演化出 《乾坤六遥》的解释 他说 《乾坤初遥浅荣之相》 表示庶民九受统治阶级的统治 九受统治阶级的压迫 所以儒卑而无可动作 也就代表庶民大众 奴隶大众 被做官的 被朝廷 被统治阶层 长期的压迫 以至于未处卑贱 完全没有可以动作 所以就说浅荣勿用 建荣带田 他说庶民的领导者 庶民领导者 他因为有先见之明 所以他对群众 采取的一个领导的态度 建而起而革命 如农出浅 因为农出浅 所以终于露出土地面 所以说建荣带田 他说三条约中日前前 意思是说 君子立大至于革命大业 所以一定要见哪又见 不敢妄自替地 四遥的霍药在院 代表这个革命大业 经常遭受到挑战 经常遭受到胜败 经常遭受到挫折 所以他说霍药在院 霍药在院 所以意思是天下的庶民 必须联合起来 一起来同生相求 同气相应 同生相应 同气相求 这样才能够负担起 推翻不好的统治 就是重建天下的这样一个重则大论 对于前卦的用久 前能无所 及熊十一老师他说 他说全人类者 没有一个不是见者 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主自自 所以为常没有不同和情的人 所以人人各自自由 人人各自循规到举 那这样就是群龙无所及 这时候领导者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是真正的一个共产社会来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熊十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他确实在他心中逻辑他受到影响 所以他对于易经的诠释 他感觉上好像为了庶民革命 想出另外一套方法 而从乾坤两卦当中研发成六四卦 所以他认为乾坤两卦其实是一卦 衍生出六四卦其实是各自变化 所以他的理论有些是非常好 有些是好像还有一点问题 所以熊十利认为 孔子才是真正的想要改革的人 但是孔子是不是真正想要改革 他说孔子的改革是希望所谓的庶民革命 是所谓的庶民革命 但是其实可能并不是这样 根据周山老师的说法 他说孔子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向往革命的人 他为什么在他的目标当中就是客己富礼 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他想要维护出传统的理业文化 所以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周山认为孔子是一个跟不上朝鱼的人 始终坚持周朝救治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鼓励庶民革命 绝对不可能鼓励庶民革命 建立平等新世界文明的代表人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孔子回到鲁国去之后 孔子最后列国14年 最后被鲁国的执政者继孙世 迎回鲁国去之后 继孙世跟问孔子 他说为了面对时代潮流的趋势 我想用田户重新修订周朝的景田制度 按母征税改变户税制度 好不好 结果孔子居然跟季孙世讲 他说不可以 最好的制度还是景田制度 但是那个时代景田制度已经破灭了 因为景田制度破灭 景田制度已经发挥不了他的功能 所以一定要改革 但是孔子依然坚持景田制度 他说从这个小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孔子在那个时代 他是极端维护周朝理治的 他没有看到时代潮流的变化 所以他一直想要把时代潮流的变化 要回到原来周文王的时代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孔子就相反 孔子他认为天听民事自我民事 天听自我民听 所以他认为如果潮流不好可以推翻 但是孔子的一个思想哲学里面 完全就恢复周文王之代 他说这是不可能 他说可见 这个乾坤年他把孔子塑造成庶民革命的代表 他说这件事情可能跟历史事件 并不会那么合适 所以今天第四段故事 熊世利的乾坤年 乾坤两挂的关系 他是从庶民的角度来解释 潜挂解释空挂 这种庶民的角度来解释究竟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周山老师的一个说法 他认为从熊世利的角度看 或许是对的 但是从孔子的角度看 绝对不是如何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有非常多各自不同的解读 我们可能有自己对易经特别的看法 但是都无外移 易经成为一部伟大的景点 所以今天第四段故事 乾坤两挂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